大家饿了 好酒好饭 堆上来 封和尚看似邋遢 却身藏不漏 只见他一声狂吼 放出金钟罩 便将五个小伙震飞 更加奇怪的是 封和尚随身的摆纳带中 居然装着一个 手脚被反折的壮汉 话说明目清楚 九师祖称汪廷 编创了本家权 十师祖称索乐 竟得其真传 痴迷于武学 朝夕延练 广交善缘 遇到落魄之人豪爽大方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 直到这天 一个疯癫的和尚 来陈家沟化缘 随身带了一个 会动的摆纳带 和尚也不客气地 在祠堂住了下来 十师祖让弟子准备摘菜 谁知这和尚 修心不修口 大鱼大肉还要喝酒 这天 陈家弟子在院子里练功 刚起床的和尚 却嘲笑他们 五人冲到门口 想要教训教训他 随之和尚 狂吼一声 瞬间将五人震飞 十师祖为徒弟讨公道 和尚一言不发地 打开摆纳带 此人居然是自己的徒弟 吴魁 原来这吴魁 学了陈家泉出山后 便做了江阳大道 和尚此行 便是来兴师问罪 发现陈家沟 名封淳朴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还特意住了半个月 这才弄清楚缘由 和尚告诉十师祖 吴魁天生邪恶 说罢和尚 便将祠堂里的同钟 扔了出来 劝十师祖日后收徒 要谨慎 此后 十师祖便立下门规 陈家泉不外传 如今憨小伙杨露禅 千里迢迢来陈家沟求全 掌门陈长兴 没有同意 这杨露禅 虽天性憨直愚钝 却身负一柄 头顶三花俱顶 与村民切磋时 学会了陈家泉 当陈家沟遭遇危机时 立下大功 却还是被村民怀疑偷全 眼看杨露禅的三花俱顶 已变紫 若是变黑 小命将不保 陈长兴对杨露禅 青睐有加 将女儿玉娘许配给她 玉娘没有反对 可结婚当晚 便让露禅睡板凳 跪下 现在不是洞房吗 还回嘴 玉娘给露禅立下规矩 让她遵守 否则就滚蛋 原来就在刚才 父亲告诉玉娘 露禅头顶有个三花俱顶 虽说是个练功奇才 却也因此害了她 游子变黑就会命丧黄泉 只有修炼陈家泉 帮她打通经脉 才能控制住 她头顶的三花俱顶 不过 想要激活三花俱顶的潜能 成为旷世高手 还得靠玉娘 靠阴阳调和 玉娘对她毫无感情 自然是不能委屈自己 所以新婚之夜 玉娘便拉着露禅 到山顶练功 殊不知背后 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 她便是玉娘的大哥 陈栽阳 话说这陈栽阳离家十余年 就在两人大婚时 才回到陈家沟 其实陈栽阳 并不是专程来贺喜的 而是另有目的的 夜里 陈栽阳和妻子 在房间密谋着什么 突然有人来敲门 原来是三弟陈有之 陈有之想知道 什么是同中称 身为长子的陈栽阳 父亲对她的期望很高 将一身武艺倾囊相授 想让她继承掌门之位 所以也将陈家沟的秘密告知 当年十世祖 勿受奸邪之人为徒 一位高僧上门心事问罪 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便立下门柜 陈家沟不再受外姓之人为徒 高僧在临走时 认出同众 留下乘严 一人洗钱 获言全村 陈栽阳暗示有之 杨陆禅这个外姓人 极有可能成为全村的祸害 有了陈有之这个大喇叭 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 陆禅走到哪里都捕手欢迎 买个早餐都没有人理 只有陈栽阳热情地接待了他 还以教他陈家权为由 将他约到山顶 紧接着演示了下盘功夫 随后便脱离了牛顿定律 紧靠单腿支撑漂浮在空中 神一般的操作 让杨陆禅赞不绝口 这时 陈有职带着一群兄弟上了山 说是要将杨陆禅赶出陈家沟 拉扯之中 帽子掉在地上 杨陆禅向旧哥陈栽阳求助 谁知陈栽阳借着帮他戴帽子 按了按他头顶的三花锯顶 结果导致他丧失心智 突然爆起 就连旁边的土墙也被撞倒 至于陈有职被追得鸡飞狗跳 他本想摆开架驶回击 然而对方伸手太快 根本就不给他机会 陈有职只得一阵狂跑 直到来到急事求助 一人拿起弯口粗的木棍打了过来 反被狂怒的陆禅一把抓住 陈玉娘赶来 及时唤醒了他 而他头顶的三花锯顶 也由子变黑 若是不及时阴阳调和 就会性命不保 哥哥劝玉娘再想一想 终身大事可不是儿戏 可玉娘却说自己心甘情愿 原来两人相识的时间虽不长 但玉娘知道陈禅心底善良 值得托付终身 今天晚上别睡地下 睡床 娘子你要干啥 通过十几天的相处 玉娘放下心中的芥笛 终于回心转意 玉娘将陈嘉全倾囊相授 一段时间后 陆禅头顶的三花锯顶 恢复了正常 就连陈长兴也夸他变聪明了 前面提到过的同中衬 当年高僧有言 若是异性人惜全 祠堂里的同中一响 就会祸及全村 这天祠堂里的同中 居然发出了阵阵巨响 这可把村民们吓得不轻 惊慌失措的他们跪地膜拜 陈友直将矛头指向杨陆禅 说他是罪魁祸首 因为他坏了陈嘉全不外传的祖训 说吧 还大声呵斥陆禅 让他滚蛋 玉娘不忍丈夫被骂 正欲出手 让同中停止旋转时 却被大哥陈栽阳拦住 陈栽阳一个倾攻而上 以帅气的姿势 对着同中 打出了一套太极十三式 刚中带柔 柔中带刚 刚柔相寒 紧接着单脚一踢 只见千斤重的同中 在空中翻转360度后 便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此举应得阵阵掌声 长老还当场宣布 让陈栽阳成为新任掌门 陈栽阳心机很重 先是以不学无数推辞 但若乡亲们不嫌弃 栽阳必当干脑徒弟 长老还要赶走杨陆禅 以免祸及村民 陈玉娘立马为丈夫解释 就当双方争执不下时 殊不知 陈栽阳的妻子允儿 正趴在屋顶上 配合陈栽阳演戏 突然一个人影飞升而来 允儿立马拔剑此来 当允儿看清楚 来人是公公陈长兴后 立马停手 面对陈长兴的质问 允儿只得交代了实情 原来陈栽阳让他在 童中内装了陀螺仪 在外人看来 童中突然转动 其实是陀螺仪转动的结果 陈栽阳为了不让其他人 看出猫腻 便主动上前击打童中 此刻 村民们正欲驱赶杨陆禅 突然陈长兴从天而降 拿出一份电报 内容是陈栽阳与方子静 狼狈为奸的证据 原来那日陈栽阳突然回来 他就觉得有问题 于是暗中调查了一番 果不其然 发现了问题 陈栽阳并不是真心 回陈家沟的 而是放方子静之命 回来获得长老和村民的信任 让他们搬到别处去 方便方子静 在这里修铁路 客长老却坚信 童中称的预言 又将杨陆禅赶走 为了揭穿陈栽阳的阴谋 陆禅只得硬着头皮上 本以为会输得很惨 但真正交起手来 才发现对方不是想象中那么强悍 而且破绽百出 一掌拍在陈栽阳胸口 竟发出金属碰撞的身影 轻轻一脚就差点将他踢倒 奇怪了 之前如此强悍的陈栽阳 居然连杨陆禅的一脚都碰不到 至今陆禅使出正宗的陈栽阳 没几招就将陈栽阳打飞 身上的战甲零件也爆裂开来 这一幕让村民们不可思议 原来看似武艺高强 脱离了牛顿定律的陈栽阳 其实是穿了机械战甲 借助战甲的力道 陈栽阳便能飞天遁地 无所不能 其实他并没有多少真功夫 此事要从十年前说起 身为长子的陈栽阳 自幼不喜欢习武 对机械等新事物却十分痴迷 陈长兴对他的期望很高 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武艺 将本家权发扬光大 陈栽阳在一次练武时 利用机器旋转 想要猛混过关 被陈长兴发现后狂怒 认为陈栽阳不务正业 玩物丧志 此后两人便产生了间隙 不久陈栽阳留下一封信 便离开了陈家沟 独自到外面闯烫 我不就是不爱练功夫吗 原来陈栽阳在十年前离开了陈家沟 通过多年的打拼 在天津创办了自己的机械工厂 因债务问题被官府查封 走投无路之下 方子敬说能帮他 不过条件是回陈家沟闹事 让陈栽阳想办法取代掌门 好让他可以顺利修建铁路 陈栽阳想出一计 制造同中称的传闻 引起恐慌 让村民们自动搬走 得知真相后陈昌县虽恨铁不成钢 但还是心疼儿子 便将传家之宝交给玉娘 让他转交给陈栽阳用于应急 希望可以帮助他 陈栽阳刚回到工厂还来不及高兴 就被方子敬的手下抓住 得知陈栽阳被杨露禅打败 方子敬决定亲自动手 为了能拿下陈家沟 方子敬以捉拿天理教为名 要来三千精兵和三门火炮 此刻杨露禅经过不断学习 已有宗师之范 别急 先试个炮 树枚炮弹攻向村庄 房屋被炸成碎片 村民们急忙逃难 陈长兴却不慌不忙地交代 闺女玉娘生火做饭 随后陈长兴拿出一块令牌 交给陆禅和玉娘 让两人找机会突围赶去京城 找自己的好友八卦掌门李师傅求助 交代完后 三人便从正门出了陈家沟 陈大掌门 你又想玩什么花呀 陈长兴回复 女婿女儿要回婆家 就这样拖住方子径 见时机来临 三人一个划铲 便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看到这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陈长兴趁机交代两人 找机会先逃 紧接着冲出去 与骑兵交起了手 陈长兴果真名不虚传 俯身冲进马下 用一扬指点住马儿穴道 用力一戳马儿受惊 便把骑兵掀翻在地 而玉娘和陆禅也不甘示弱 先后放倒几名骑兵 混乱之中 陈长兴很快便撂倒了数名骑兵 来到方子静面前 方子静急忙让步兵围攻 谁知陈长兴丝毫不慌 以一敌众 不落下风 陈长兴找到机会 一跃而上 便又跳到了方子静面前 面对围攻的步兵 陈长兴抓起方子静的肩膀 转起圈圈 抵挡步兵的进攻 同时快速点住步兵的穴道 将他们定在原地 形成一堵人墙 陈长兴没有手下留情 将他狂揍一顿 扔出数米 用于支撑着长枪断裂 士兵们蜂拥而上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三人只得拼命往外逃 不料没有死透的方子静 抓起一把火枪 瞄准了杨鲁禅 正欲抠动扳机时 空中飞来了一个巨大的不明物 原来是玉娘的大哥陈栽阳 他驾驶着自制的飞行器来救援 一边飞一边抠动扳机扫射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敌方不知所措 瞬间乱作一团 混乱之中 陈长兴让陈栽阳 带陆禅和玉娘离开这里 由自己垫后 不料正欲起飞时 飞行器应超载无法飞行 陈栽阳毫不犹豫地 利用降落伞跳了下来 他要留下来与父亲共同进退 而这条路并不好走 两人经历苦战后被打入地牢 在这里陈长兴主动向儿子道歉 父子俩释怀和好如初 陈长和玉娘带着令牌 我一路跋山涉水 来到位于京城的八卦门 希望能见到八卦门的掌门李师傅 求他触手相助 不料李师傅太出名了 前来登门拜访的人太多了 只有打败八卦门的八位高手才能相见 首先出场的是钟伯 他虽为八卦门管家 但功力深厚 面对钟伯重掌 陈长以一招借力打力 轻松破解了辞掌 紧接着将他推出树弥 打败钟伯之后 杨露禅又先后挑战了七大高手 此时的杨露禅已是惊非惜彼 早已是身怀绝技 就连陈长门的独门绝技 也学会了七八 话说这七人的武功都不弱 但比起杨露禅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杨露禅越战越有经验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就将七人打败 即便如此 可杨露禅却横讲武德 点到为止 没有伤害任何一人 李师傅得知此事后 对杨露禅另眼相看 双方如约见了面 得知事情缘由后 李师傅却爱莫能助 因为此事涉及朝廷 不是武林中人可以解决的 李师傅将杨露禅引荐给王爷 事关重大 王爷怀疑两人的身份 提出让杨露禅和李师傅切磋无意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 他是陈家全的传人 若是属实 王爷才答应彻查此案 就这样 陈氏太极拳和八卦掌展开了对决 李师傅率先出手 一阵猛攻 杨露禅差点吃了亏 但还是稳住 紧接着两人开始了第二场对决 话说八卦掌和太极拳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刚柔相继 不过八卦掌的打法 多直行直径 无花俏之招法 长径意识最快 以掌法变换和行不走 转为主的拳术 同属内加拳 两人都是绝顶高手 一阵猛攻之后各有胜负 面对李师傅一波又一波的猛攻 杨露禅每次都能化险为一 此刻他头顶的三花俱顶 虽已淡 但能将精气神汇聚一起 威力非同小可 这时 善房铃声响起 王爷用善的时间到了 两人切磋无意的时间也到了 王爷想知道这场比试 谁输谁赢 他打的不是拳 而是万物相生相应 李师傅回答 露禅的气度早已超越输赢 王爷询问陆禅此拳的名字 本次人恋的本家拳 王爷为陈家拳赐名太极拳 同时也遵守承诺 命人彻查了此案 不久 陈长新和陈栽央 也摆脱了牢狱之灾 最终铁道绕开陈家沟修建 而杨露禅通过努力 成为一个将太极拳 发扬光大的武艺宗师 这部太极二比起第一部 打斗更精彩 鸡血更有想象力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